面对台湾人口老化及少子化 所导致医疗照护体系的问题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群体健康与永续环境之创新 暨政策研究中心 18日由院长詹长全 率领相关人员来到彰化 为接下来要进行社区合作案 预先拜访 并讨论未来五年台大公卫学院 与彰化县医疗卫生界 在促进县民健康的合作计划 台大公卫卫生学院 他拿到教育部的一个特色 中心的一个研究案 这个研究案长达五年 只有彰化县马祖被选定为标的 我们很欢迎 专院长马南庄华人 来回馈相亲 服务相亲 希望彰化县的卫生医疗政策 透过他这样群体的健康政策的研究 能够落实 能够深化 能够加回更多的彰化相亲 这样做完之后有什么结果呢 有两个结果 我们希望收命会更长 这样做后会更久 更好 更健康 另外一个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过程 会创造很多新的健康 和其他的那种资料 这种资料就是现在我们说人工智慧 最重要的 所以未来在我们的健康照顾 还是说长照 我们有可能因为这五年的研究之后 替我们长华做一个基础 我们后面在新的工业 就是人工智慧的工业 在医疗和卫生这个部分 我们长华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来去发展 群体健康研究中心是亚洲唯一 由美国公共卫生教育委员会所评鉴通过的 台大工卫生学院教授所组成 张华县政府期望借由与健康研究中心的合作 结合社区的实务经验 依在地需求运用最先进的公共卫生科学方法 建构张华县社区精准族群健康照护体系 加会张华县名 公益频道徐世昌张华采访报道